哈喽大家好我是马老师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去提我们的房车了 现在我的心情非常的兴奋 就有点紧张了 因为从来没有拖过这么大的东西 心情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很快就可以开着我们的房车去浪迹天涯了 你以为就是签字交钱提车走人那么简单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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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和大家说到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房车销售十分的火爆 所以我们在看了三家经销商之后 就立刻选择了一辆我们心仪的线车 即使是线车 我们在签字交完订金之后 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 首先它有一个PDI Pre Delivery Inspection 就是交付钱检查 当然这个是收费的 因为房车牵涉到复杂的结构和水电系统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请一个验房师给你验房 PDI做完之后就需要预约做提车讲解 这其中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详细介绍车内外各种功能及操作的方式 第二部分是由拖挂计时帮助安装拖挂稳定系统 调试刹车控制器以及讲解拖挂操作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非常重要 第三部分是由配件专员提供建议购买的常用配件 比如电源转接头 Virtruck等不会随车配备 但是露营可能会用到的配件 当然这个是看个人选择 如果你觉得经销商卖的贵 可以选择不买任何配件 整个流程大约需要花费三到四个小时 加上最近房车销量暴增 导致房车经销商来得及卖车来不及交车 所以我们在加了定金后两周才提到心仪的房车 现在我们的卡车和trailer终于连好了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trailer 把我们的后视镜 中间的后视镜挡得死死了 应该后面看不见了 我觉得我们要去装一个camera 就是后视镜 后置摄像头 放在trailer的后面 对 放trailer后面 要安全一点 现在往前开都没有什么挑战 马上要往后倒车才是 练字数的时候 真好 马上我们要去停车的地方 对 在那个storage那边 练自己想怎么倒车 当然在等待提车的过程中 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我们所住的地区 是不允许把房车停在自家的driveway上的 所以我要联系storage 去作为平时房车的停放地点 有些房车经销商提供停车服务 可惜我们的经销商不提供 当然他们会提供附近的停放点 这些停放点 比一般Google到的停放点 要便宜不少 像我现在这个停放地点 只需要550加币每年 之前Google上搜索到的停放地点 至少要800到1200加币每年 并且还要加13%的消费税 而我现在的停放地点 是可以不用交税的 现在我们要倒车 你要不要你下去帮我开着点吧 好我帮你开着 我已经有感觉了很简单 一学就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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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